喂! 回到7月19日的《香港沒有格仔》 昨天我們說了袁尼昌 在《明報》出了一篇文章 大力借靖海侯去做批判 批判現在雖然沒有點名 但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說要講《泛化國安法》 什麼都叫《國安法》 當然是說鄧炳強 事情的峰迴路轉 原本是靖海侯 令到很多人都覺得有曙光 現在香港的路線開始要改一改 謝偉俊從前所說 中央的匹立手段 之後是菩薩心腸 現在轉回菩薩的政策 今天大公佈 可能見到現在這種鞭撻 國安法的歪風 不能夠助長 出了一篇文章 在講這篇文章之前 去反擊靖海侯 在講這篇文章之前 我們要講這篇文章 今天那個書展 書展 其實有很多人看這些 現在看《樂七大女藝人》 有阿冰 家盈這些 出寫真 出寫真 家盈那篇文章 《樂劍寫真集》 這樣說 有圖有想 字有事 有字也有想 有字也有想 Playboy也是 其實Playboy的字不少 Playboy陶傑以前教 你看一個中文版Playboy 是學寫散文的 看英文版Playboy 是真是很文學性的 這個是不是叫王傑琪 Miko Miko 被聲稱為 這個 林明晶第二 大家覺得像不像 他身形可能有少少像 裝扮 走的路線 其實那些東西 你IG看完 他是一個好 他的IG story 告訴你 他是一天花五六個小時 做尖的人 這個 這個是不是中恩彤 師匡 有沒有看上去 整個中恩彤 差不多年幾了 差不多年幾了 真樣就是這樣 真樣是人造人 然後就是 這個 又是景中空 又是玩這一套 不要 1996年 但我覺得 太過人造人 或者叫AI樣 現在的樣子就是這樣 梁凱琳 這個比較正路 她是女主播 她只是露雙腳 女主播 好像那時候 你是不是見過 我們在英國那邊 那個 有個 這個 Hong Kong March 有個美女幫助手 差不多樣子 我記得好像你看到 拍照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去簽書 今天 都好像有些人排隊 但是 如果看有限的角度 又不算很多 HK Hyman 為什麼沒有熊凱欣粉 熊凱欣不好吧 熊凱欣以前也沒有 背景 背景 有直播聲 有背景聲 真是 現在可以了嗎 現在可以了嗎 OK 現在可以了 忘記了 剛剛可能我們的搜尋太多 可能變了有答音 現在可以了嗎 現在正路了 沒事了 不是熊凱欣 你想看什麼 你是不是先買 誰說要買熊凱欣 HK Hyman HK Hyman 你是不是袁尼昌來的 真身 不知道 袁尼昌這陣子就麻煩了 他是補救的 袁尼昌 有很多人說 其實今年書展好像貴了 入場費 30元 以往就是25元 還有一個大作者 大文豪大作家 就是習主席 習主席的 習思想學習綱要 有沒有可以賣 現在書展沒有理由不賣 是吧 你有這麼厲害 習近平的2023年版 和足跡系列 我以為你說習近平死了 哇 還有繁體版 也很照顧香港的讀者 是吧 鄭雁雄就撲出來 要從中讀出奇許 讀出信心 讀出擔當 這些是讀出來的嗎 印度神童2.0 你真的去過 國昌讀氣氛天 以為是這個動漫節 讀氣氛天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 當年周秀拿出寫真集 接著就訪問排第一 排第一 他今天也有去 扮刷牙的 他還在這裏 這麼多年 周秀拿也不出 還有譚耀宗 譚耀宗有出書 中華書局 一定是輸錢當眼的位置 嗯 他出了一篇 譚情雪晶 四十年 譚情雪晶 喂大哥 這個說話 如果讓我們使用 就是用來避黃標的 但是避黃標 你自己本身 用什麼來改字 就是譚情雪晶 你自己本身就是想譚情雪晶 是不是 然後就是爛劇 譚情雪晶 誰有興趣和你譚情雪晶 就是他做共產黨的雞 這四十年 屎法都不爛 這個封面 這張圖片 是學金正恩的 這個姿勢 蛤 不是黃毓民嗎 不是啊 這個姿勢和這個角度 看上去的樣子 很像金正恩 是嗎 即是在長白山那些 還有雜音 AV5說 你是不是剛剛進去 沒有了 沒有可能的 是 等一下 現在誰說有雜音 現在沒有了 已經認識了 我先檢查一次 你自己檢查一次 就是說 很大的工程 不想宣傳自己 認為很大的工程 才不敢出書 我想他不是第一次出書 但是最醜的 就是他現在說 銷情就不錯 但是竟然 有人不認識他 阿伯你讓路 麻煩 新型灰 不是一直掛著聊天 那就是 阻礙著 左頭左勢 你知道 中華輸局 你的位置已經是 很阻定 那你還要有一個 阿伯在那裏 就是阻礙著 通道 接受訪問 那些人又不認得他 那就是阿伯 麻煩你走開 讓路 那就回覆阿伯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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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哪有說證 我記得十幾二十年前 蔡子強 介紹了一本書 叫做 《Yes Minister》 這本書 就告訴你 作為一個副手 如何說 如何說 如何告 老闆說 是一件藝術 不過 今天 其實難得 他去了書展 那些記者 暴獲到他 就不會那麼容易放過他 叫他評論一下 一個就是 前任的 國家安全部的副部長 董經緯 現在 空降下來香港 做國安公署署長 原空了很久 頂了鄭雁雄的位 頂了鄭雁雄的位 他說 他過往 其實有什麼厲害呢 他說要一個反監防諜 被問到 有沒有可能 就會將這些間諜罪 立業23條 有沒有幫助 他這個人 強項就是 反監防諜 董經緯 會不會幫到手 他就說 香港有自己的情況 法例 相信 董先生 可以勝任 處長一職 另外 就問他 至於 落實雙普選之後 現在香港 有沒有具備 什麼條件 可以落實雙普選 問到 什麼條件 譚耀宗就說 完善選舉制度 之後 香港重回正軌 若果 落實得多好 落實得好 實踐得好 達至優質的民主 那就可以按基本法實現 你真是浪費 根本上 現在就叫完美 不是叫多好 現在按完美 還要搞雙普選 再說雙普選 不是我們所說的 不是我們想要的 那種普世價值的雙普選 看他們看起來 西方式的民主 不是好 好了 還有 最重要的問題 最重要 就是評論 鄭海侯的文章 鄭海侯說 現在香港的國安 不是香港的國安 不是香港的國安 香港的官員 什麼都國安法 零左勿右 譚耀宗就說 這就是他老牌的民建聯 挖不留守 即是說話 媽媽是女人 香港 一切都按法例去處理 根據警方的專業判斷 法庭申請 合法合規就可以了 誰不知道媽媽是女人 但是今天最重要的新聞 就是 這個